今天来修个电视 这个电视的故障就是不通电 上电之后指示灯也不亮 直接来拆开看一下 这个盖子打开之后呢 我看了一下没有这个明显的烧坏的痕迹 然后测量一下这个300伏上面的电压呢 还有说明了这个前面的应该是没有炸机 我们再次来上电 把电源接上我们再来测一下 次级输出的电压正不正常 碰上电 测一下300伏 300伏正常 测一下这边的 灯条30伏这边的电压正常 12伏的电压正常 所有的电压都正常 那我们再来测一下这边的一些电压转换 这个芯片这里 这个没有电 这个也没有电 这个也没有电 这些芯片转换都似乎没有电压输出 就这个12伏 12伏是正常的 那说明就是这个哪个小电压转换电路有问题啊 我们来一个测一下这个输入没有 这个的输入也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电压 看它这个12伏到哪里呢 刚刚跑了一下线路啊 发现我们这个12伏呢是到这里来了 看到没有 到这里来了通过这个芯片和这个电感来 形成一个DC转DC的一个降压电路 然后我们再插电啊 这里应该是转5伏的一个电路 我们打到磁流电压档 我们测一下这里电压啊 12伏它这个输入到这里的12伏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输出这里呢是没有任何电压的 应该是这块电路问题 这块电路一般的坏的话就坏这个芯片啊 这个芯片呢 我这里暂时没有这个货啊 等会儿把这个配件啊 定回来再进行维修 好我们现在的配件到了 就这个芯片啊 这是旧的换了一个新的啊 等会儿要给它把焊油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我们首先来通电看一下啊 能不能解决问题 插上电 我们看看啊 指示灯已经亮了 指示灯啊 那应该就问题解决了 我们按一下开机键 好 开机键已经开机了啊 好 已经解决问题了 有这个电视机屏幕上有个线 这应该是本身就有的啊 看到没有 这个屏幕这里有一根横线 好 那么这个机制就修好了 就是一个不开机的问题 就是换了一个这个芯片 看到没有 U401 好 谢谢大家观看 2 7 8 7 8 5